現在在警告成人電影 少看 少用 或者會被蒐集這個情資 看 就使用網路被蒐集情資 這個是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它用原算法 可以知道你的一些消費習慣 你喜歡的一些什麼什麼傾向 大概OK 這個我們都理解 但是要從這個再演化 或是再進一步去推算 所謂政治立場 或者是會中國利用這個東西 來做所謂統戰 這個是需要有一些更進一步的資料 沒有錯啦 我現在是很嚴肅在談這個事情 那我認為 我們是開玩笑說 如果讓我來推想的話 大概就是說你選擇那個影片的製造地 那個可以 比如說中國製造 這個裡面的人物 可能是中國的這個這個這個叫什麼 女優是不是 那這個 謎片裡面的女主角來自中國 那或許這樣子可以可以可以去推算 不過基本上這個只是我個人 如果要去附和 審委員的這個講法的話 是這樣子想 不過審委員 因為他算是也也是算是專業人士 所以他應該這個部分好好去講 那民進黨這邊也不需要一味的附和 不需要的 我記得啦 我還還在第一線服務在立委期間 不是我的提案 整個民進黨一味的這個這個相挺的 不是這樣子 還是要看他的這個對國家的發展上的這個利益的貢獻度 而是這樣子的 那審柏洋是如果他要能夠有幫忙 在網路安全或是說國人不被滲透 這方面有貢獻的話 我覺得除了成人片的警告之外 應該還有很多領域是可以警告的 成人片這個 你看我們趙大哥就很少 完全沒有啦 那年輕人是 我這個有做過研究 就越年輕越多 越年輕越多 看了越多 對 這個有有做過統計 越年輕的 反而是這個A片的這個消費群是越多 我們這個都上年紀 大概這個就比較少 他他講有道理 譬如說假如這個片是大陸製造的 看了就表示對大陸這個沒有什麼反感 不看了就對大陸有反感 喜歡看日本的 譬如說看什麼其他的 這個AV女優是哪一國人是怎樣 就顯示政治理財 你是什麼是吧 我推想是這個樣子 沈柏洋昨天不是這樣說 他昨天這個媒體這個寫得很清楚 那個導播一下 那個我的iPad 他昨天說的是 如果你是看什麼呢 看你是挺同婚的人 你就會看性暴力的影片 你如果反對同婚的人 你會看外遇片 他昨天很明確的這樣說 我是很希望說沈柏洋 沈大委員能夠把這個的說法的學術依據 找出來給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眼界大開 那他今天去扯說什麼大陸有一些公司 就是在收集個資 我其實要跟沈委員講 轉移焦點不能改變虎爛事實 你說錯話就說錯話 你鬼舌淡就鬼舌淡 你身為一個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第一名對不對 第二名 然後你是民進黨的面子嘛 你講錯話 難道你就認錯是很困難嗎 你也是在大學教書的人 是不是你早晚還要回去教書的 你不能這樣硬拗嘛 講錯話就認了 你尤其講這個什麼挺同婚 就看性暴力 我想民進黨支持同婚的委員很多 可能可以一個一個去問看他們說 你是不是看性暴力的影片嘛 我覺得這個答案馬上就會出來 這簡直是笑話嘛 我們賴總統前幾天才挺同婚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沈委員這個推論太過了 靖立剛剛私底下分析的比較透徹 私底下講的 這個不能再公開節目講 不過基本上 基本上這個看一些使用網路 不是看什麼 使用網路本來你就是有個資的問題 網路上面當然你透過大數據 你說可能消費行為 不過我還是不懂 支持同婚的就喜歡看性暴力 那跟他政治競效有什麼 對呀 所以這裡面有兩個大問題 我剛剛講 你說從大數據 你消費習慣可以 可是對政治的立場 這個是一個 政治立場 不可能是這樣一個分析 你什麼從APEN裡面 你去看到什麼 自由派保守派 這個了解 這個裡面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Range太大了 就是說你要去判斷這東西 第二個更嚴重的 中國大陸 中共去控制 去了解這個東西幹什麼 對你臺灣 臺灣民眾真的 這個才是孫正的問題 統戰的時候就放A片給你看 就好了 統戰你們 他什麼時候 所以我覺得那個你看 沈浩浩他自己都已經講到 後來他就覺得什麼 他都覺得說民眾 或者說很多人對他這個 這是這個講法有意見 他講說什麼已經攻擊到 那種精神方面的 老實講他真的要想一想 這個事情 他已經不是這一次了 他長久以來這段時間的某些發言 我覺得現在立語言很多人喔 把他變成是那個教主在崇拜啊 可是他講很多 你看他很多那種發言 我上次就講了 他已經講到什麼 中國大陸那個什麼 北京什麼要蓋什麼高鐵 到臺灣要 到臺北要什麼十兆 然後立法院過了 行政一定要做 就是很多推論 我覺得這不是精神上 心理上的問題 這是邏輯推論的問題 如果說民進黨把他當成個教 很多民眾把他當成個教主 是不是也要不是叫他去看 心理上的醫生啦 就是說邏輯上跟理性的科學上面 可能大家進一步去討論一下 民進黨的寶貝越來越多 從膝蓋就知道什麼 從膝蓋就知道你們大數據 是支持誰的 從A片就知道你的什麼政治傾向 再來看你中午吃飯吃什麼便當 可能又知道什麼 他從這邊都可以看得出來